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有位朋友WhatsApp我 他說宋主席你沒有去開會嗎 龍代表和主席言譚神歡 我說現在年輕人的世代 有關黨代表的場情 我們等龍代表回來才細說一二 年輕人世代你真是叫主席要年輕一點 龍代表上來嘴兩下 龍代表會安排 他們自己說 下個星期就是他們 下個星期不是他們 上個星期是他們 龍代表好像說會安排 等龍代表回來安排 年輕人自己搞定 今年國民黨的第二次的全國代表大會 口號叫做 革新團結重返執政 我們輸練得多好 上個國會期都叫做重返執政 革新團結 多了些東西 又新到什麼 不是讀革的 革新團結 不分區立委 好像沒提 革新團結 所以其實由盤古初開 中國共和民黨都叫做到現在 就是發佈大陸 所以這些都是口號 流於口號 看看你的理解是怎樣叫做新 不分區立委 或者先說了什麼 不分區立委那個 其實因為有黨內表提出 其實是中央委員 提出不分區立委 只可以做一屆 還有要在地區設這個白事處 最後沒有提案 只是說 副主席就說 我們會在中央委員會開會 中央委員會開 不要現在開大表大會的時候開 通常一定是這樣的 就是有人提出 你不要阻礙時間 大哥 我們的流程排好了 你無緣無故加個議席 為了談你的議程 可能就過了時間 但是因為這次要提案的人 要提出這件事的人 都不少 通常都是押下 之後 我們散了大會之後 由中常會談 大家研究一下 中常會有沒有談 真的不知道 如果這個提案有通過的話 我們黃金平就不能做 似乎是針對我們前院長 這些就是 所有黨代表大會 我先澄清 所有黨代表大會 都是一樣的 就是不光是國民黨 就算民進黨 上一次開這個 全國代表大會 八九成人支持 要卸臉阿扁 他說可以了 我們回到中常會 你也沒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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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有什麼 沒有了 今天沒有特別報告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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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進入主題 沒有了 我先說一下 近來都說 我們要貼地一點 先說一下本地 上星期 我們陳豪天 就去FCC 然後很多人說 前天又寫封信 又叫特朗普制裁 連香港也要制裁 連香港也要制裁 即是貿易戰打 大陸 不如打香港 其實當然很多人說 我想跟那些 林鄭、毛波這些 你經常都要強調一國 我們香港是一國的一部份 既然是這樣 麻煩林鄭、毛波 你就即時宣佈要制裁美國 所有美國進口貨品 都要加幾百% 25% 好像每個都不同 總之就是25% 我們有準備的 林鄭、毛波 你是不是中國人 你是中國人 你就要支持中央政府 是不是 感動到流淚 是啊 你不宣布跟隨中央政策 你不愛國 你就反對一國 還有陳智思 雖然你以後可以回到泰國 享福 但你現在有行政會議的手段 你也支持一下 陳智思說痴 陳智思 盤谷銀行大東煮 你可知道你死了 我有什麼東瓜豆腐 真的要回去盤谷 還有其他愛國人士 包括本港愛治堆 那些 你真是 明天立即去政總那邊 真是 拉棋仔 要求 香港政府 特區政府 跟隨中央政策 制裁美國 所有美國入口關稅 都要提高25% 我英武學士 我就學陳智思說 任何損害香港利益的行為 都是愚蠢的 那你說抵制美國 就是損害我們香港 損害我們中國 我們損害我們香港利益 但我們有利國家 我們支持國家 你不做 好 那這件事 為什麼他要針對陳主席呢 不要說 大家家裡有沒有什麼 特多的美國貨 我是沒有美國貨的 所以沒什麼所謂 加加我們20-30年 我又 Apple 美國貨 我又不用 iPad已經買了 到現在還沒換過 那都是美國貨 那那些買了 不會再 突然 我又不止到這樣 那樣 這麼高層次 我自己想一下 搜羅在家裡 有沒有美國貨 即是現金正在用的 即是現金正在用的 就好像你所說 我們就逼有個案 但現在呢 我們就是 同一個 所以我就贊成 反正我們都很少要美國貨 中國和美國 這個經濟戰爭 我們當然支持國家 大家記住 我自對 明天一定要上去政總 拉環額 林鄭 你不停 毛波一天不經濟 制裁美國 你們一天不要發企 要求與這個國家看齊 不要讓他加我20-25 我又加我20-25 加夠30 現在國家這麼照顧你 出國港澳台 你居然不跟中央一致 不同調 獨善其身 我看TDP的新聞 有些廠商還說要在大陸設廠 去其他地方設廠 甚至回來香港 逃避這個25% 顯然不支持國家這個行動 這個不止 台灣的廠商也是 最後那件製成品 不可以在大陸製成 找到其他地方製成 然後他不是Mate in China 避免他100% 所以還有些人回去投資 就是屁股 郭台銘一早做了逃兵 郭台銘那些是不同的 分散投資的 還有分散投資 他不是整個iPhone在那裏 做完之後買過美國的 而且美國是 而且這些沒什麼所謂的 你買回美國 美國收你28-25 他就加回國工 他幫美帝製造這些 那些加工不算 最後可以合成品 你最後有幾個步驟 拿去越南做 那就越南出產 那富士康就是謀人工廠 什麼謀人工廠 他家工 他家工廠 他和大陸養很多人 那他製造美帝的產品 那你不趕勾走 你趕勾付箱走 真的不趕勾 那這個中央政策 你的藝民就沒有那麼多非議 我只是說 大家 我們香港特區政府 應該要緊跟中央政策 好 講完 吹了幾個小時 我們講講 過兩天 今天是19日 今天是19日 八二三炮戰 六十周圈 是什麼來的 這件事 我們連年都講 不用再講那麼多了 八二三炮戰 在台北 我們上次講過 台北大學體育館 有一個 由我愛國旗委員會 就是由我愛國旗委員會 就是由我愛國旗委員會 就辦了一個叫做 八二三炮戰役 勝利六十周年紀念大會 據聞就做無虛席 因為這些資料都是我們曾先生 因為宋瑞康就是出尊出力 我們曾冠華卿就是幕後策劃 所以有機會看到那個片段 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們曾冠華卿 嘔心力血史詩式大的舞台的劇 在台灣 很厲害 他特意飛過去那邊 大巫主席就是前國防部長 五世文將軍 廣東台山人都來過香港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和國父誕臣一百五十歲 他都來香港 七十有嗎?好像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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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也邀請了四十二位 曾經參與過八二三炮戰的一些國軍 來到現場接受中國童子軍的獻法 和致敬 也找到什麼人 找到什麼人 所謂不是叫班長 就是支送紀念品 有前總統馬應九 前主席紅壽柱 新黨主席玉莫榮 請他們做什麼 大會主席五世文 支送大會紀念盃 全場希臘股長 我們來看看相片 有幾張相片 都值得 場面都不錯 沒有相片嗎? 有沒有相片? 有 接下來 KMT的全代會開會之前 都有些花稅 八二三炮戰 等我先說一下 你先說一下 還沒出相之前 另外國民黨主席 吳敦義率領幾位院士長候選人 就上台 吳主席就 遇請名記八十 這個八二三炮戰 就是這些 犧牲精神 這些國軍的犧牲 保衛台澎金馬 才有今天的台灣的安全地位 大會也都 有沒有相片 隨便 給一些相片出來 八二三炮戰 背幕 看到丁丁來的 吳主席 吳主席 領院士長 丁丁當然要分 因為看台北 丁手中 八十三那個 在這個環境下 都是拉票的好場所 下一幅 下一幅就是 這一堆就是 退役佬兵 快心炮戰的一些國軍兄弟 洪主席 就是洪主席 就是洪主席 致送紀念盃 好 下一張 就是馬總統 就是馬總統 這個合唱團 也有這個大會 也有這個大會 就安排了 播放八二三炮戰的一些紀錄片 還有找了一些合唱團來唱歌 唱了幾隻愛國歌曲 有什麼國家風雨生信心 那類 都是這些紀念大會 都跑不掉的一些節目 好 下一張 有必要的程序 這個不是 這個 這個就是維安婦 等一下 好 收起這張 台北大學那個禮堂 為什麼那麼像中學禮堂 好像有點少 那個有這個 老先生 啊 蔣先生的老總統的遺訓 怎麼樣 中央大學嗎 台北大學以前 不是 台北大學這個 前身中央大學 不是 中興 台北大學前身中興嗎 中興法商 中興法商 是啊 那就是 台北大學這些 由法商這些 轉成大學 當然是 設備當然沒有真正 原來真正大學那麼 是啊 他現在很美的 我知道很美 但始終你不夠 台大政大那些 佔地那麼大 一線 大學政大學 大學政大學 我沒有走過 台北大學 不是 那個 他不是在舊校 不是 現在是在舊校區 好似 那他在舊校區 即是還在中興法商的舊子 那裏 所以禮堂 體育館那些 比較小 對 我認為這些場合 應該坐一千人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些坐不到千人 那些 我怕蜜蜜蜜好些 合邦街那邊 其實去那個校校很小 不是啊 那條牙醫獨 那間不是台北大學嗎 不是啊 當然不是啦 行啊 不會啦 走 不要裝飾 不要裝飾 搞笑而已 那我們說一說 衛安府 衛安府 衛安府之後 我們才講 這個823炮戰的一些花水 其實為什麼會提到這個衛安府呢 因為 大家發覺 823炮戰其實影響台灣都幾重大 因為當日解放軍要渡海而來 他才要打到金門 拿到金門才要 那823炮戰就頂住了 令到這個解放軍沒有辦法渡海 那其實如果不是這個國軍 在金門守住了 823炮戰守住了 那台灣就好像以共產黨的說法 已經解放了 但是 會發覺到近這兩年 大家完全不看過823炮戰 那好像完全是沒有這件事情發生的 金門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根本沒有發生過戰事 是啦 這個是一個不好的 這個是一個 去磨灰這件事的一些手段 就是消滅了那段歷史 台灣本來就是這麼固有金湯 有沒有金門都沒有所謂 但其實可以見到 你看回金門島也是 金門島現在最出名的 就是地下坑道 其實這些就是戰爭遺跡 其實是無法滅滅的 但又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 遺忘這件事 很喜歡一些政權 為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 這裏又加一些 那裏又減一些 是 所以就變了 譬如我們 現在我們先說衛安婦 日本在這個統治台灣 在這個八年抗戰裏面 都徵召了不少這個所謂衛安婦 無論是台灣也好 南韓也好 大陸也好 菲律賓甚至有些是 東南亞的白人女性 都有的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慰安婦當然 對那個受害的那個婦女 當然是一生很難亡滅 一年痛苦 喂 做更有另一回事 大哥 不要強姦 強姦 這個是不甘情願的 但是 但是 我們綠營 製造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說法 就是說 慰安婦他們是自願去的 這樣也說得出 最早其實就是 叫小英去做為安婦 哈哈 其實最早應該就在 我看回歷史 在2001年應該是 2001年的時候 這個奇美集團 台南首副 許文龍 他就說 他當時是總統府執政 當時就在歷史貨裡面加入了 台灣婦被迫做為安婦 所以 其實他現在這個論調 就已經成為了現在 一班年輕人的想法 在2014年之後 一到一年之間 有個課竿微調 當時是中央是晚舊執政 當時就在歷史貨裡面 就加入了 台灣婦女被迫做為安婦 居然有個學生 那時候是高中生 現在就在靜兒大學 讀書 林志宇 他就說 是否有史料證據指出 所有衛江府都是被迫的 他的意思 不是全部都是被迫 有些是自願的 好了 一百個裡面可能有一個自願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大家想想 有沒有女性自願 我猜到沒有什麼自願 那件事本身就不是自願的事 不知你說我做妓女 我有錢收 那這個我覺得是自願 有加貧 我沒理由無理由 無理由去被本仔操 現在沒有一個叫做 慰安婦招募中心 即是沒有 現在就是 在當時來說 即是太陽花之後 我們九哥不知道為什麼 樣子都軟化了 那麼無恥的人的說法 居然 他都很接受 那我不動去住 不動去 不動去 不把這個被迫加上去 將這個課干 這個調整 是這個慰安婦被迫 是擱置了的 其實呢 這個就說明了台灣 即是 當台灣政治人物 那種尷尬的情況 因為去到這些歷史問題 因為這些人 如果你說被迫的話 其實他很大程度 所以他考慮點就是 你會跟大陸的說法一樣 不是 他是為了微日 這班人 如果九哥 他當日堅持 都不關事 如果你的說法成立的話 台南第一個 的慰安婦同將 就由他揭亡 他又不會去 他又有政治需要 他又要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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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關事了 我們再看看 到了2016年了 在二零... 九哥是不是沒有做 不是喔 在二零一六年的三月 在這個大道程 有個叫做國際婦女節紀念館 正式掛牌 在迪化街那邊 就去阿麻加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這個呢 到現在都還在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展示到 當時台灣婦女 怎樣被迫作為安婦 其實慰安婦呢 是一個日本 一個美化了名詞 在聯合國來說 在調查報告裡面 這些婦女其實是個性奴隸 如果我們反過來看 那綠營 他怎樣去詮釋慰安婦呢 到了2016年 六月 五月就換了政府 六月三日 行政院長林泉 在立法院受質詢的時候 有藍營立法院 你怎樣看慰安婦 因為慰安婦這麼多 可能有些志願 有些可能被迫 沒有錢收 慰安婦是沒有錢收 你可以看到 這個行政院長 其實是代表政府的 綠政府去的立場 都是說 有被迫 有志願 我就算當你真有志願 你政府 找到幾個志願 我一百個裡面 有九十九個被迫 一個是志願 那你是不是不為 這九十九個被迫 去發聲 他一定是沒有志願的 一定沒有志願 一定沒有志願 因為一志願 你有錢 為甚麼 你知不知道 要找大陸 而去嗎 不會 這更加處於 戰爭的被侵略者 那個氛圍裡面 那些婦女 絕對不會自願 去當敵軍的勝法 這個在台灣 當時是日本統治 其實有部分的負率 對國家觀念 其實是沒有那麼強 但是一件事 好像謝功說 我做妓女也有錢 現在做這些沒有錢 現在做這些沒有錢 如果我這麼嚴格 我高級就貼了 日本軍軍 就不會給那麼多士兵搞 還有也有人提出 在金門軍中樂園八三個部隊 我們就自願 為甚麼你不跟他立悲 有一個台北市教大學的所謂教授 提出 為甚麼不跟他立悲 有網民就說 如果你說被迫 你為甚麼這麼多年 沒有一個出來 會出來 好像這幫慰安婦 這幫婆婆 站出來爭取公道 那些特別招待所 其實是一個軍隊裡面有編制的 要這樣說 軍中樂園是這樣的 去監獄那裏 找一些仇怨武女 如果你去金門軍中樂園 譬如做多久 我減你多少年 我想大家很多就不清楚 其實台灣是有契族合法的 有契族合法的 台灣叫綠燈戶和紅燈戶 紅燈戶就是一些 不是政府認可 但是算是合法 綠燈戶是政府認可的 其實一定發牌的 所以他分為綠燈戶 我還記得一個教授叫綠燈戶和紅燈戶 最簡單 最簡單我們以前是華西街 那些就是妓女戶 那些是有正式的 正式政府發牌的 要登記的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妓女戶職業的問題 當然在現今的社會來說 古代暗地裡就說不好 其實很多男人就… 古代也有的 宋朝有的 其實很早有 其實很早有的 自從有毛這個出現之後 其實就是有的了 這個看太遠了 但是我們講到 這個綠燈戶 其實跟敗山炮戰這件事件裡面 有什麼關聯 就是被遺忘的歷史 被政府故意去遺忘這些歷史 令到這些人或者這些事績 漸漸變調 被人遺忘 甚至是被人抵毀 即是喘改 前兩天 在台南 這個綠營地方 第一座的慰安府同將 在台南揭幕 誰揭幕呢 就是馬英九 買一個揭幕 他就… 出了一張照片 出了一張照片 很高興的樣子 高興的樣子做慰安府 那個是慰安府抗議的慰安府象 應該是負面的 好了 簡直是814國際慰安府紀念日 原來有一個記憶 是由台南市慰安府人權促進會 主辦 好了 那些人說 台南是錄言執政的 都被你擺過這樣的銅像 原來是這樣 原來擺那個地方 是國民黨台南市黨部 是屬於國民黨的地方 是屬於國民黨的產業 好了 不好意思 咦 職業政業沒有買 會在9月4日拍賣 是 是 這個黨產 因為他沒有錢 出糧給人 黨工告他 政府說 你沒有錢 很簡單 我就封了這個黨產 我就再去買 但是 因為他分開的 他就自己租給自己 他就算賣了的話 這個地方 大陸賣了 租約依然是國民黨 即是批評馬英九 當時 即是2008年的時候 當時立法院也通過決議 要求日本道歉 就這個 即是衛安婦 這些事件 就道歉和賠償 當時馬英九都說 即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 70年 在2015年10月25日 將會在台灣成立第一座的衛安婦紀念館 其實 到了去年 賴臣接臨秦之後 亦都有人問到這個 這個衛安婦問題 賴清德怎麼說呢 那年代很多事情 都在環境之下 不能單純用志願來表達 即是閃密其次 他都不肯說 衛安婦是被迫的 未日 即是非常之無恥的 其實現在在台灣剩下 其實只有兩位 即是兩位 在世 即是只有兩位 或者我們回來再說 還有一些 到現在還未等到日本政府正式的道歉和賠償 這個馬英九說的 好 我們回來再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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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